你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吗? 当你还在拼命熬夜,加班为了养家糊口时 他们会去动一动手指,敲几下键盘,发出几个指令 就能轻松得到抵过你一个月公子的收益 他们就是金融交易市场里的操盘手 像股票作手回忆录的主人公,杰西·利弗摩尔一样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日本神秘的操盘手 在大三的时候还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 毕业时已经有了过亿的资产 他在金融市场里仅仅用了七年的时间 就将自己手里的资产翻了一万倍 远远的总裁孙正义曾主动请他吃饭 并委托其管理自己的资产,但都被婉拒了 他的名字叫做小手川龙 2000年,日本最大的BBS网站上 一个名叫BNF的ID经常出现在股票板块 和众多的散户们一起每天交流交易心得 一开始并没有人关注他 因为他稍微比其他人表现出异常的地方 就是每天大量频繁的交易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发现他贴出来的交易单上显示单日盈利 已经超过了一般资本白领的平均年收入 这让散户们备受刺激 在一片质疑声中 这个ID渐渐从BBS上消失了 没错,BNF就是小手川龙的网民 到2001年的年波 小手川龙的资产达到6100万日元 到2004年年底已经上升至11亿日元 而在2005年,他赶上了一次很大的机遇 那就是日本证券史上乃至世界证券史上都难得一见的错单事件 接触联务的事件 事件是这样的 2005年的12月8日 日本瑞慧证券的一位交易员 不将61万日元卖一股的指令 当作一日元卖61万股 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被一些机灵的交易员抓住了 小手川龙也在其中 他在10分钟之内买入了7100万股 并在接下来的一天中将股票卖出 在此次事件中他一共赚了大约20亿日元 成为获利最高的个人交易者 能把握住赚钱的机会不难 但能保全自己的财富才难能可贵 毕竟股票只有卖出才算赚到钱 在2007年的8月 日本股市发生股灾 有很多老手都纷纷阴沟里翻船 而小手川龙却全身而退 获利至少2.6亿日元 截至到2007年8月份 29岁的小手川龙 资产总额已经达到了175亿日元 年收益率达到280% 而代表日本股票价格随准的日经平均指数 在2000年时是2万点 到2007年8月是17000点左右 这就说明 小手川龙并不是靠着大盘的走势获得了财富 因为大盘在这7年间没有涨 反而跌了3000点 但即使是赚到了这么多钱 小手川龙还是一如既往的低调 人们从以前004岁的线索中 还得知他的真名和事迹 他生活上从来不讲究 出门成功交就行 吃饭也是拿泡面来凑合 还不敢吃饱 说是怕吃的太饱 集中不了注意力 另外一个人住了个大房子 里面空空荡荡的 按照他的说法是 污浊的空气会影响判断 空旷点的环境能让四周云更加的清晰敏捷 从不旅游 没有女朋友 没有朋友 很少和家人联系 根据小手川龙所言 他在进入交易领域之前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跟其他的人一样 白天上课 晚上打游戏 直到有一次 他在主管读到了 杰西黎普莫尔的 股票坐手回路 点挨不释手 开始尝试去做一些 金融市场交易 在交易中 唐道甜头了他 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成就了一段股市神话 金融交易为什么充满了魔力 就是因为 这里面是普通人 最容易改变命运轨道的地方 1958年 刚从国企离职的养百万 果然从报纸上发现不同地区 国库券的价格居然不一样 于是做起了倒卖国库券的生意 这在当时人们来看来是违法的行为 没人敢去尝试 1992年 股票认购正发行 没有人愿意去买 最后硬是作为政治任务 摊派到了单位 每个人认购两张才勉强发完 结果第一批认购的几乎全部中签 平均一百张认购就能赚五六十万 很多人一夜暴富 等到深圳发售新股认购出签表的时候 在工地上开装卸车的朱万梁 看准了机会 拿了上万元的认购出签表 成了一万福 你可能会好奇地问 为什么他们获得了成功 在人生的很多阶段 我们都在寻找机会 机会到位了 发动机就大炒火了 剩下的就是靠你一路旺奔了